只有合作共赢 才能办成事 办好事 办大事 共建一带一路 源自中国 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共建一带一路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入境 共建一带一路的那个成果和机遇是属于世界的 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 办好事 办大事 为实现各国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而做出不幸努力 确实是让各国交往的更加密切 就有以前可能很多国家在经济上可能来往很少 但是现在在一带一路的影响情况下 这些国家可能都会有非常密切的经济玩 不管有什么事大家都会一起来交流一起讨论 这样才会很快地发展起来 因为很多事情一个人能力是办不到的 但是如果好多国家合在一起的话 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良好的反馈 慢慢地也能促成一个正向循环吧 这个意见是关于中国 因为人们生活在中国 不仅仅生活在中国 也不仅生活在中国 也也在其他国家 这些国家也没有太多的进展 共建一带一路嘛 共字 这个一个共字就能体现出来这个成果 是由全世界来享受 共国提出这个构建原来的命运共同体 比如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做到了达作经理天下 就是提出一带一路 就是来促进世界的这个经济发展 有很多巴基斯坦的同学我们学校 俄罗斯的同学也有很多 大家都会就是去进行一个友好交流 他们在关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 就是这样的学生和其他国家 是在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家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中国和巴基斯坦有很多项目 一带一路还有中巴经济走廊 就是通过这个项目 有很多中级到巴基斯坦成立他们的公司 中国就是这样 不仅仅是自己发展 还帮别的国家一起发展起来 我们一起发展嘛 我觉得这是打破隔离的很好的一个途径 可能随着我们一带一路的政策 落实得越来越好 以后可能我们相关的就业岗位也会更多 希望能和一带一路等就是外面相关 然后为国家发展做出公司 交通设施的建设 以后我也能有更多的机会 然后去前往我们一带一路那个交付的国家 然后更加便利地去旅游 然后去看一看更大的世界 这几个国家会慢慢地发展起来 然后人民的生活方式也会慢慢地进步 经济墙肯定是有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到 我们学生可能以后留学去那边各国 可能工作岗位也可能会增加 我们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吧 同命运共呼吸 我期待这个一带一路 能够让各国家之间经济的贸易来往更密切 这是个促进经济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